汉元帝时期,陈汤奉命前往西域抵挡匈奴,他来到西域后发现,此处敌情发生变化,匈奴面临的情况不容乐观,处于众叛亲离的局面,之前那些帮着匈奴的小国,也已转头大汉,若是此时出兵进攻匈奴,必然是大获全胜。 陈汤跟当时的将军说了自己的计划,将军认为他说得不错,但是在出兵之前,将军要向朝廷请示一下,但是陈汤觉得战机稍纵即逝,已经来不及请示,于是他找出来一份之前的圣旨,谎称朝廷已经准许他们的计划,陈汤为什么不造个假的鼎用? 为何非得拿以前的呢?大家好,欢迎订阅巧看史记 圣旨,是中国古代皇帝下达的命令或发表的言论,是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圣旨的格式,内容,材料,颜色,印章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员所受到的圣旨也不一样 圣旨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需要经过多道工序,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圣旨的传递和执行也有严密的制度和程序 一旦发现有伪造或篡改的行为,就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因此,古代很少有人敢伪造圣旨,即使有人想要冒险 也很难成功,首先,我们来看看圣旨的格式和内容 圣旨开头,结尾盖皇帝之宝等印章,告和赤是用于封赠臣民,五品即以上用告命,六品即以下用赤命,以奉天告命或奉天承运皇帝,赤约开头,结尾盖之告之宝或赤命之宝等印章,欲是最随意的 用于某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是,而又不如赵,至重大,以皇帝遇某某或尚遇等开头,结尾无专用印章 圣旨的行文中还要注意台阁,即遇到皇帝,天子等称谓,或制约,赵约等词汇时,台一格换新列书写 该称谓或词汇比其他列高出一格,遇到列祖列宗的妙号、嗜号,或代表上天的词汇时,台两格换新列书写 该称谓比其他列高出两格,圣旨的格式和内容一般由大臣奏定,汉灵官撰写,内阁定稿进程,皇帝批准后 以莫比从右至左,数列楷书,字体工整端正,圣旨的格式和内容是有严格规范的 如果有任何错误或不符合规范的地方,都会被认为是伪造或篡改的证据,受到严惩 其次,我们来看看圣旨的材料和颜色,圣旨的材料十分考究,均为尚好蚕丝制成的灵锦制品 图案,多维祥云瑞鹤,富丽堂皇,这种锦段是皇家特供,由江宁制造专门为皇宫颁发圣旨而知旧的 平常老百姓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圣旨的颜色也很有讲究 颜色越丰富,说明接受封赠的官员的官衔越高,根据明清的定制 给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颜色相对比较丰富,有三色,五色和七色的 五品以下的颜色一般为单一的纯白龄,圣旨的颜色和图案都是有特殊含义的 比如金黄色代表尊贵,红色代表吉祥,祥云代表天意,仙鹤代表长寿,龙代表皇犬等 圣旨的材料和颜色是有严格区别的,如果有任何不合适或不匹配的地方,都会被认为是伪造或篡改的证据,受到严惩 再次,我们来看看圣旨的印章和防伪标志,圣旨的印章是皇帝的印信,是皇权的象征,也是圣旨的最重要的标志 圣旨的印章有多种,根据圣旨的种类和用途不同,概不同的印章 比如皇帝之宝应用于日常事物,即大赦天下,布告天下等药物 皇帝行宝应用于赏赐有功之臣,皇帝信宝应用于编制六师,讨伐不臣 天子行宝应用于册封,赏赐一族和蜀国,天子信宝应用于对一族和蜀国地区颁令,征兆翻兵等 圣旨的印章是由皇帝亲自盖上的,一般都是白玉或金属制成的 上面有皇帝、天子等字样,或者有龙文或花文等图案 圣旨的印章是有严格保管的,一般由内阁大学士或内务府大臣负责 不轻易外界或外泄,圣旨的印章是有严格对应的 如果有任何不合适或不匹配的地方,都会被认为是伪造或篡改的证据 受到严惩,除了印章外,圣旨还有其他的防伪标志 比如圣旨的两端都有翻飞的银色巨龙 这是皇家专用的图案,一般人很难仿制 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圣旨开头的第一个字,必须写在右上角第一朵祥云上 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内阁大学士和汉林官才知道 一般人很难猜到,如果有人伪造圣旨,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就会露出马脚,被识破 最后,我们来看看圣旨的传递和执行 圣旨是皇帝的命令,是不容置疑和违抗的 一旦颁发,就要立即传达和执行 圣旨的传递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 比如内阁、汉林院、内务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立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公部、公部、南京六部等 这些机构和人员都有严格的职责和权限 不得越权或擅自行事,圣旨的传递也有严密的制度和程序 比如圣旨必须由内阁大学士或内务府大臣亲自送到汉林院 由汉林院的官员抄录、校队、装订、封套 然后由内阁大学士或内务府大臣亲自送到六部 由六部的官员分发、传达、执行 然后将执行情况报告给内阁和皇帝 圣旨的传递和执行是有严格监督和检查的 如果有任何言误或失误 都会被认为是怠慢或犯罪 受到严惩、综上所述 圣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文书 是皇帝的命令和意志的体现 是帝王权利的展示和象征 圣旨的制作、传递和执行 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制度 不容任何人擅自篡改或伪造 圣旨的格式 内容、材料、颜色、印章、防伪标志等 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含义 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政治 圣旨的保存和研究 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和社会 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众所周知 我国有四大发明造指数 活字印刷 指南针以及火药 而造指数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接触最多的一个 一直到东汉时期 蔡伦才发明了指 在此之前 平常人们就只能用竹简 只有王这个层次的人 才有财力使用卷博 在三皇五帝时期 那时候的人与人之间传递消息 少不了要亲自跑一趟 就算是王 身边也不过是多配上几个传令兵 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战争推动了科技的进步 竹简和卷博出现 尤其是竹简 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使用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也需要竹简记录 比如一个人的罪行 如果这个人恶贯满盈 无恶不作 那么这个人就是 庆竹难输 但是竹简的缺陷也很明显 那就是太笨重了 每天给王传来的消息那么多 一捆捆竹简摆在王面前 像一堵墙一样 不仅运输困难 而且储存起来也十分费力 于是王和身边的人就开始想办法 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竹子 之后他们就想到了身上穿的布 这些布可不是一只出来 就有各种颜色的 还需要后续的染色才行 那既然在染色之前是白的 那用墨在上面写字 岂不是很方便 经过王的试验后 他发现这些布料写字确实可行 于是他便让所有的官员都用布料 也就是卷博来传递信息 但是这样就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一般人家穿的都是粗麻衣服 这种布料根本不适合写字 只有那种昂贵的卷博才适合 别说平民了 就算是一般的官员都用不起 有人向王反映了这个问题后 王这才反映过来 他也只好不再强制官员们使用卷博 官员们嫌贵不用 但是王又不怕贵 所以王就一直使用卷博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他颁布了一系列书同文 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 与此同时 他才正式将自己发布的这些政策 称为制兆 他也为圣旨的编写 制定了标准格式 以及书写规范 秦始皇自称始皇帝 因此他下发的命令 必须得与其他人不一样 他将自己发布命令的圣旨 染成了明黄色 也正式这个举动 让圣旨变成了皇权的象征 到了汉朝之后 圣旨的用料越来越豪华 而民间却依然连最基本的卷博都用不起 东汉的宦官蔡伦 是个管理宫廷档案馆的宦官 他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 深刻地感受到了薄贵而减重 并不便于人 于是他便研发出了纸 当时蔡伦研发纸张的目的 就是为了偷懒 他作为宫廷档案官的官员 为皇帝运送奏折 也是他的工作 每次运送 都得拉上一车 卸车的时候 都把人类的够呛 于是他才想发明一种面向平民的卷博 但是指的出现 并没有对圣旨产生丝毫影响 皇帝们该怎么用卷博 还怎么用卷博 而且玩的花样更多了 唐宋时期 圣旨按照书写的事情不同 分为七种 一约册书 二约制书 三约诏书 四约赤书 五约告命 六约御札 七约赤康 这七种圣旨之间 并没有什么外表上的差别 到了明清时期 根据官员官职大小的不同 皇帝给他们下命令 使用的圣旨也不一样了 一品大员拿到手的圣旨 用的是玉轴 二品官员收到的圣旨 用的是黑犀牛角轴 三品官员的圣旨 是贴金轴的 三品以上大员的圣旨 拿出去也能卖不少钱呢 只不过卖了会掉脑袋 三品官员以下 四品 五品官员用的是黑牛角轴 这档次看起来就没那么高了 而且五品官员是一道分水岭 在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上 皇帝会盖上至高之宝 而且使用的材质也比较珍贵 是御用的提花之锦 这种材质制成的圣旨是彩色的 有三色 五色 七色等 品级越高 使用的颜色也越多 而五品以下官员的圣旨上 皇帝只会盖上至赤之宝 而且使用的材质也不那么高档了 就是普通的材质 这圣旨上有这么多门道 要仿制起来 还真是不容易 想要仿制圣旨 首先得有制作圣旨的材料 前边 我们刚说了 明清时期的圣旨材料高档且昂贵 而且还是御用的材质 一般人根本拿不到 就算是民间想仿制 那也得费一番心思 因为制作圣旨所用的提花之锦 制作工艺 也不是一般的复杂 古代的皇帝们 为了维护皇权的尊贵 什么东西 也得是独一份的皇家专用 瓷器里有官呦 这布料上也有玉布 官呦有自己的窑口 专门烧制 所用的工艺 也与民间不一样 提花之锦亦是如此 民间也制不来这种 有着十几道工序的复杂之锦 想要搞一块皇宫里的玉布 就像是从皇宫里 搞一件官呦出来一样 不仅难度极大 而且得手之后 还很容易被发现 一旦发现有宫里的东西 流落到民间 这可是牵扯到很多人的大案子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为了方便追究责任 甚至连制作圣旨的工匠 也得在宫廷的监管之下 每个工匠制作的圣旨 能查到每个人头上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这个工匠恐怕难辞其咎 要是再赶上皇帝心情不好 这就是掉脑袋的祸事 先是严格把控材料 再是严格把控工匠 这第三道保险 就在这圣旨本体之上 圣旨所用的提花之锦 上面一般都会绣上一些复杂的纹饰 比如祥云瑞赫之类的 各个朝代都不一样 这些绣在圣旨上的花 只有宫里几位经验丰富的宫女 才能绣得出来 其他人根本不会绣 最常用的一种手段是 在圣旨的两头 各绣上一条银色的龙 用来彰显圣旨的真实性 毕竟龙这种神兽 一般人可不敢乱动 作为从古到今 一成不变的中华民族图腾 龙形的图案 可是不能随便做的 只要做上了龙 死罪肯定免不了的 因此 在圣旨上绣龙 既能让圣旨看起来更美观 又能彰显皇权地位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利用龙这个象征 来让那些准备伪造圣旨的人 望而却步 伪造圣旨的时候 如果不绣上龙 一看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如果要绣上龙的话 在制作的过程中 可就要小心了 总而言之 想要伪造至高无上的圣旨 不但要有皇家的材料 还有皇家的工匠 还要懂得皇家的规矩 这三个步骤 哪个都不能少 而且每个步骤都十分艰难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怪不得陈汤要拿以前的圣旨了 因为以前的圣旨有防伪标志 不怕被拆穿啊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要真能靠权势 私下完成这些步骤 那伪造一道圣旨的意义 其实已经不大了 完全可以直接逼宫登基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